阿彌陀佛 又是共修的時間 前幾個星期我因為 有一點事情 我沒有下來跟大家參加 我學佛一個甲子 我學佛一個甲子 在開始的時候去接觸佛法的時候 當然因為在文字上 我從那個字面可以了解一些 佛法所講的 然後呢 在我們那段時間 用一句 聲多舟少 可以來形容 尤其是像我住在嘉居這個地方 想要有一位 法師來領導 那很少 所以如果有法師來講 一點點佛法 我覺得是非常的享受 當然那種享受 不是像大家說 哦 去找一間仙衣 大家做的很好吃 拜拜的可以吃 不是那一種 就是從那個佛法當中去享受 慢慢地在每一個道場裡面佛經多一點點 你們現在真的沒辦法想像 我們以前如果要有一本地藏經 或者是一本普門品 大概都是要人家手抄 像大量印來在各地方結園 甚至於在前幾天我看到某一個 屬於很有名的佛教聖地 現在在我想起來已經是 淪為那種觀光道場的 他在那個旁邊 有一個架子 專門在讓人家拿佛書去 我那天聽到那個管理人在講說 拜託你們大家不願意 佛經去印印去拿佛 我要請到那裡到那裡再叫車 我心很痛耶 為什麼我們那時候想要有一本經 哪裡去找 甚至我到電台去真的要想要找一本經 沒有 好不容易哪一位法師他有我可以去請來 現在不是 那他們現在就說善書啦 甚至於我一看 那個地藏經 普門品其他的經本 疊那麼一大疊 我這樣講一講喔 我也希望我們這裡的信徒 大家都有一個正確的觀念 不是印書給人家就有功德 你弄到每一個地方完全都已經太滿了以後 他說 我要叫人請去那邊 也就要請請 我想那麼好的東西 為什麼這樣 大家到道場裡面去 今天有法會 我去參加一下 那位師傅告訴我 你唸幾百遍幾千遍的什麼奏 就能夠有感應 所以一般人如果能夠去聽聽佛法 哇佛法很好 就是你去聽那個他告訴你的佛法 回來以後我們是不是真正能夠用上 再加上有一些人語而傳而的話 就是說 啊你在家裡不要念翁仙酒啦 你在家裡不能念地獎經啦 你就已經身體不好了 你又黏黏的鬼都來找你 這種觀念 我看在我們那個時候可能很容易受影響 可是一直到現在還是有啦 前幾天有一位 我去看啦 說他有沒有在拜佛 有 他有時候他在LINE裡面提供出來的 欸 有一個 他們那裡面那個燒香 然後花爐了 看起來也整個像觀世音菩薩一樣 或者是他偶爾也會傳來一點點佛教的消息 我去跟他接觸 他還有». 我記得我們尋 Grind 在上一次 他就想到邱先生家裡種的東西都很好 所以跟他訂了一些東西 很奇怪,他們把東西送來 人就在下面,不能上去 我說那種東西都很好 那為什麼不上來坐一坐 他的太太就說 他連走路都不能走 我想有那麼嚴重嗎 我說我們這裡 你看為那個行動不方便的人 我們都有那個電梯啊 甚至走都有那個步道可以走上來 那我說請他的孩子 去把車開到我們那個電梯門口 再請他坐電梯上來 上我那個會客室大概也差不多十步路吧 結果他怎麼樣進來的我不知道 前幾天啊 我去聽他講的時候是 原來是他的兒子把他背進來的耶 背到那個會客室來 那那一天啊 正好我們巡生姐妹裡面有一位居士 我說來來來,你今天來到這裡 你不要就這樣回去啦 你來看看他有什麼業障 他跟他講到他的 他打了八百多隻那個野鹿 都是不是打的 是用那個普受器把人家的腳夾斷 前幾天呢 前幾天呢 我們巡生姐妹又來來一次 那 以後呢 就是有一位居士 她是 也是在我們這裡 她推動種那個有機蔬菜的 李靖瑤小姐 她就說 師父他們既然在種這個有機的東西 那我能不能帶我上去看一看 我希望 種有機的人真正都能夠去種到最好的東西 來供應大家 我說好吧 那我就帶他上去 那個邱先生才跟我講 原來那些是他兒子把他背進來 他說 他的腳根本就不能點到底喔 就像有那麼長的針 我看比那個針灸的那種針還長的針 都是扎了很多扎在他的腳底下 他告訴我說 師父 我現在相信 絕對有因果 我們造了業一定會受爆 不是說到 市裡面人家教我們怎麼唸 唸一點點 做啊 或者是唸一點經就好了 我們唸了以後 我們知道我們自己造什麼業 他說當天我一直叫他 你趕快持往生做 跟人家回向 跟人家道歉 我沒有想到 他這個人真的是 很用心啦 當時 道歉以後 我說邱先生你的腳要不要踩一下 他說我不敢踩下去 我說你踩一踩嗎 他說我可以 腳竟然可以踩地了 回到家以後 他 那時候就也可以 腳可以點地了 到他兒子家裡 他說怎麼辦 這個腳竟然我如果到山上去不行 他跟他太太兩個人 本來也是會 看字就會唸啦 他說回去他背了三天 可是那天晚上他跟他太太 兩個人不敢睡覺 一直持往生做 然後他講了一個很好笑的事情喔 他噴很多肌肉 越噴那個腳就越像被火燒一樣 我想他們那個路打來是不是用烤的 事後那天那個邱先生有跟我分享說 我們家我們在山上 那個爸爸可能是村長吧 那我講那個路是過去生的事情 他說這一次喔 真的 我們也有打類 還有以前有跟我上去的人 就看到 他的院子很寬 他竟然有一個箭靶 他們每天有空 農忙以後就射箭 他說我的箭法很準 那天他跟我講 我阿公喔 在這個山上 警察就 配給他一支槍 欸 那是五六十年以前的事情 配給他 為什麼配給他一支槍 山上啊 如果有野獸出沒 村民如果來說 求救啊 趕快這裡有 有那個野熊啊 還是什麼喔 會來騷擾的時候 他可以拿槍去打死 他說後來 他的阿公去世了 就把枪传给他爸爸 然后他说师傅 那一支枪现在还在我手上 爸爸就传给他 是合法的 他说那天 很好笑 他来的时候我就说 那个路啊给他弄断 我就在我们这里 一位居士的那边 我说请那些路全部来 我喷 喷是喷那个帮忙他的人 然后他说 我看到师傅这样 他拿一个皱水来给我回去以后 都可以喷在我们农场 我今天晚上不如用在我的脚上 然后呢他喷在他的脚上以后 他说很奇怪 越喷越凉越喷越凉 什么时候睡着他不知道 第二天早上他起床的时候 就会跑 他太太说你的脚 他说奇怪那个脚就好了 他真的那天晚上 每一句咒语 他都用心跟人家忏悔 他现在还问我怎么样呢 他说师傅 我们以前不是没有念 连我在炒茶的时候 我在炒咖啡的时候 我都在念大悲咒 然后我有念观世音菩萨 有没有念 有念 而且是很用心念哦 我那天跟他讲 邱先生 我问你啦 我问你啦 你存了很多钱 你要给谁 我们现在有些人都有念 有好几次哦 他们来了以后身体很不舒服 我说那你有没有持座 他说师傅我有持 我说你有没有回向 他说要回向哦 那个邱先生也是一样 那天他还问我 我现在一天唸两次 早上念一次 下午那一次够不够 我说你看你杀多少嘛 他还跟我讲了一件 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他说师傅 我从很年轻的时候 就开始带那个助听器 一个耳朵是完全听不到的 他说今天你来 我忘了带助听器 可是我的耳朵已经 快好了 他说他是灌蟋蟀 我们小的时候 也跟人家去灌过蟋蟀 一灌两瓶水 宝特瓶的那种 以前没有宝特瓶啦 汽水瓶灌灌灌 一只蟋蟋跑出来 我说你怎么会灌蟋蟀 灌到那个蟋蟀还讲说 你用辣辣的东西灌我 他说师傅 这逃不过啦 我也没有告诉你们 他说就是我现在这个茶园 跟那个咖啡园 很久啦 他说刚种下去的时候 可能那个根 还软软的 蟋蟀就把他的根全部咬了 整圆的那个 茶树跟那个咖啡树 都长不起来 他就讲 起起来就给他灌了 灌了后 他都整首都在那里 在那里 那个母的生蛋都在那里面 一生 一只蟋蟀长几十个出来 所以你看在大陆防害的时候 是一片的 他说我是用汽油灌的 那天讲你的耳朵听不见 我用什么东西把你关到那里 我们看不到的 你看看 他很忏悔 那天他说师傅你们要来 我不知道你要来 我忘记带猪听去 我说哈 那我们上几次来 你都有带猪听去 他说有 他说很奇怪 他还说他以前不敢念 他说那什么时候才可以念 王胜座 我说那你还不知道吗 这一两个星期你也能跑啦 脚绝对没有毛病了 那还有一位居士呢 是昨天才来跟我讲的 现在我们这个冷气师 我们那位洗居士帮我们在整理的 他最近去标了两个案子 很奇怪 一个是在 也有在讲佛法的 那个教育机构里面 可是那些师傅有没有放 三十系列 有没有在法会 初一十五他们有没有上工 有 可是他去了那里以后 他就肚子很饿 这个还是另外一回事 他说很奇怪 那么多人标 他已经想他不要去标 人家在通知他 他是最后一个到那里去标的 结果让他标到 那还有一个呢 是在一个中列词 他说很奇怪啊 那个学校那个标 昨天他跟他讲 你以为你怎么能够标到 是我们这些人知道 你现在每天持就持得很 很勤 你每次来的时候 我们看到你上面有一个灯 很亮 那这种情形呢 还有他说 我们那个地方 我看今天那个馒头 应该是他买来要请 那些国君的什么嘛 我不要讲太久 因为我讲的话 很多人从我开始学佛 然后讲的时候 他们都说 师父你 人家给你一碗饭 你会加一点素乳 会加一点点番茄酱 会加什么 会加油添醋 看起来很好吃 其实我听来的东西 我还讲不到一半 最近我们有一位王教授 他今天是他父亲是满期 他们每一个星期一天 都到这个地方来 王教授会到我们这个地方 很偶然 就是他是在台中教育大学的教授 那以前常常来我们这里的杨校长 就是从那个学校退休 那杨校长平时在他们学校 也讲到自己是学佛 王教授就是在爸爸往生没多久 就是有机缘 跟杨校长到这里来 那从那一天开始 到今天他的爸爸满期呢 他们全家人几乎每个星期天 不管你是念佛 念地藏经或者是念水灿 他都到 说起来我在那个 他去的道场 已经有一甲子时间了 甚至比一甲子还多一点点 我还在家的时候就到台中那个道场去 那王教授呢 以前在读大学的时候 就是在那个道场里面 他有参加佛学社 甚至于现在经常在那个道场 做志工 那我想也是非常认真 可是呢到这里以后没有想到他来参加一个 还没有参加法会 所以就有因缘 他的父亲呢 就选项给他看 就是说身体有什么毛病 那让王教授呢 增加很多信心 我想如果用出家人来讲 你怎么样修行 大家都会讲 经里面怎么说 你就才这样说 再来加一些油 加一些粗 我想让 已经也是接触佛法 三十多年的王教授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王教授 请 我想 我想王教授的感受一定很多 因为什么呢 他从开始 从那个佛学 就是参加佛学社 一直到现在 走来有三十多年时间 我们请王教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师傅 往中间有录影 常驻师傅 以及在座的各位大的阿弥陀佛 今天站在这边 实在是尘黄尘孔 因为平常在课堂上 跟学生上课 讲的是比较自在的 今天 我的背后 有佛菩萨 旁边 有我们的师傅 我很担心 讲不好 会造了口液 也对不起大家 但是 师傅呢 从家父往生以后 一直很慈悲的 护持我们 救拔我的父亲 所以在这边 我觉得 我还是有这个责任 跟各位大德 分享呢 我的经验 我的学佛经验 我今天呢 要跟各位分享的 大概有两部分 第一部分呢 成如刚才师傅 所提到的 我从大概20岁左右 因为念大学的时候 就开始学佛 第二部分 要跟各位说明的是呢 我的父亲 这个往生 从佛法当中 得到的利益 我的同修 陈寅达校长 现在也在我们道场里面 我的前20年的学佛经验 是我的同修 带我来的 因为 我们学校有这个佛学社 佛学社呢 亲近的是 李炳南老居士的 台中佛教联社 在那边 因为 我之前读的 科系 是将来要当老师的 所以我们利用 寒假暑假 或者平常的时候 都会带着小朋友 学佛 当时呢 还是一个 20年 20岁左右的 年轻人 对于佛经呢 只是 觉得很好 那我应该认真的读 那教小朋友 当时的信念 只有这样 对于文字 只是 就是 这是 很好的一部经 这只是文字 就是这样子的感受 那 并不知道 它后来对我的人生 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那当时呢 因为有姻缘 学佛 就开始吃素 不过 因为我也是凡夫众生 所以静静退退 在大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吃素 那后来呢 出去教书 那因为回家 回家 这个 或者是 接下来就念 那个研究所 那 因为 因为姻缘都不是很好 事实上 可能也是我自己 这个福慧不足 也是 有起怠惰的心 所以呢 也开始 又吃了众生的肉 但是 在人生很重要的阶段 我一直很感谢我的同修 的这个 帮忙 因为 我跟她的结婚 就是我们结婚的这个 人生的大事 就是用素食呢 宴客 因为她坚持 那个 应该要用素食宴客 比较好 那 我也很感谢我的爸爸妈妈 当时虽然没有说 说非常赞成 但是也不反对 那他们觉得呢 这个结婚 这个婚宴大概是以南方为主 那既然呢 先生坚持要 这个办素宴 那我们就办素宴 所以 这是我人生 这个第一件很重要的事 是以这个素食的方式进行的 那 当时 在学佛的时候 我的先生也跟我说 你要念往生咒 那时候 因为 脑袋还 也不是说 就是 记忆也不是太难的事 那往生咒 也不是很长 所以呢 我大概在二十岁的时候 就会念往生咒 不过当时 念往生咒 我先生是跟我说 同修是跟我说 你在路上遇到那个 不小心 出车祸的小狗小猫啊 就念 念咒回向给他 那二十几年来 我大概都这样子做 那我当时也以为 往生咒就是 念给往生的人 往生的众生听的 好 那就这样子 在遇到的 这人生 就这样子一直过去 那遇到人生的第二件大事 是我 也是我跟地藏经结缘的开始 我怀老大的时候 老大很很顺利 那当时我跟佛菩萨祈求 就祈求一个心愿 不信佛者 不要生在我家 若不信佛者 不要生在我家 那我的老大呢 让我怀孕的时候 没有太大的痛苦 然后呢 也梦到呢 这个很好的这个景象 梦到彩虹啊 很漂亮的景象 很乖 我也没有什么 怀孕不适的情况 然后他就顺利诞生的 而且老大真的是 就是跟佛菩萨有缘 那个怀孕的初期 后来也跑去吃素食 因为吃素食 他好像比较 会感觉比较舒服 他在我肚子里比较舒服 那生老二的时候 我也是跟佛菩萨这样祈求 不信佛者 勿生我家 但是这个老二就 他现在已经十二岁了 我还是跟他讲 妈妈怀你的时候 实在是很特别 那怀孕前三个月 我每天到了半夜两三点 就醒了 做噩梦醒了 那噩梦的内容是什么 不是被人家追杀 就是掉到那个悬崖下面去 我就想说 这个孩子是怎么一回事 佛菩萨怎么送来 这样的一个孩子 那我的同修又跟我说 不然 你既然夜不安稳 那送地藏经好了 那我就送地藏经 然后抄经 我是希望回向给这个孩子 因为我也是凡夫俗子 我也不晓得这个是什么 什么众生来投胎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跟我有缘 那我就 就送经 抄经回向给他 那各位大德都知道 地藏经很长 那因为我也算 在这方面也是挺努顿的 所以刚开始送经都送很久 一部经大概 差不多要送两个小时吧 两三个小时才送得完 那但是呢 这也是我跟地藏经的这个结缘的开始 因为我之前也是都送比较短的经 那这是我人生第二件大事 那平常大概就是在工作 一直到今年的9月22号 事实上我也人生到了中年 也开始要面对长辈的一些生老病死 9月22号我的父亲往生了 那在之前他一直受这个癌症的折磨 那我当时看到父亲这么 家父这么痛苦 我想应该是有一部分 特别到最后扩散的时候 应该是这个业障现前 因为他其实的癌症 已经有这个两年多了 可是呢 从今年6月开始 6月底开始 他突然肚子非常非常的痛 但到各大医院去都检查不出什么原因 那一直到8月底 所以由这个中山医大的医生呢 就跟他说 他可能是原来的膀胱癌扩散 成这个腹膜癌很严重 那当时我其实心里非常的难过 因为医生跟我说你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那我当时的过去的学佛的因缘让我 第一个想法是 那我要赶快跟我爸爸找这个师父帮他归医 那后来呢又请了一个师父很慈悲 因为我爸爸已经离不开医院了 就真的到医院去帮他 帮他归医 那我爸爸是身体不好 但是意识还是很清楚 那他的这个生前 其实也跟大家很多人一样 就是他也没有吃素 也会抽烟 也会喝酒 什么他都会 更年轻的时候还会吃檳榔 那这个就是跟一般的凡夫俗子一样 所以他要往生的时候 其实我非常的紧张 因为我很怕那个他的 这些冤情债主会来找他 那我记得呢 最后我要往这个医院 医生要通知我去签病危通知书的时候 我的先生就我的同修 他跟我说 你最后一里路了 我爸爸的最后一里路 我一定要这个撑住 那过去的那个佛学 因为我心比较乱 他会在旁边提醒我 那后来这个 就9月22号那一天 那我爸爸就这个 就这个不敌病我了 往生了 那我过去 这个认识的老师啊 还有亲近的脸色 他们也很好 请了这个师姑师伯 我来为我爸爸祝念了八个小时 那后面的四个小时 也是我同修坚持要念 他坚持一定要念到十二个小时 所以这个 这个我们就按照佛法说的 第一个一定要先祝念 可是祝念完之后呢 我心里其实 还是会紧张 因为我想说 虽然我爸爸 他当时就是面色 非常的这个祥和 身体非常的柔软 就好像睡着一样 可是呢当女儿的 还是很想知道 爸爸到底会到哪里去 那之前呢 刚才程如师傅说的 我的老长官 就是台中教育大学的 杨思伟校长 那之前呢 因为做研究的关系 所以有机会呢 亲近杨校长 那杨校长呢 他偶尔就会提起呢 他学佛的一个经过 也会提起到呢 他这个有就是说有机缘 能够帮助一些受苦难的众生 那我那时候就怀着 诚惶诚恐的心 我想说校长平常也很忙 那我就写个简讯 跟校长报告 我爸爸往生了 没想到这个真的是 校长也非常慈悲 他就真的从这个嘉义 他因为后来在嘉义服务 就到我家 就亲自来看心仪 那他坐在那边 因为校长也是有德性的人 他就感觉到他的身体 好像不是那么舒服 他就提醒我 提醒心仪说 他感觉好像我爸爸 没有那么舒服 那我身为人子 我就很紧张 因为我年轻学佛的时候 看过一句话 上面写说 亲得离成垢 子道方成就 平常的孝顺是应该的 可是为人子女最重要 是要让父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 当时年轻 二十年前 没什么感受 他就是一句 一句话 那校长呢 他来我家跟我说 父亲不是很舒服的时候 我就很紧张 我就想 是不是我们哪里 没有如法 没有做好 让父亲呢 这个很不舒服 那这个校长呢 他有提到 就是说 在嘉义他有亲近一位师父 于是呢 在我父亲出病之后 我又第二次鼓起勇气 打电话给校长 是不是呢 可以来这个极光寺跟师父呢 这个来见师父 那校长呢 他也 他其实 这个很紧张 校长人很好 那他为什么紧张呢 他很 他担心了 那个欣怡呢 把这个极光寺 看成那个 冬季到头头的 那个场所 他一再一再提醒我说 这里是一个正信佛法的地方 那不是说 这个 你来 就是只是要问事情 不是这样 那后来呢 蒙校长跟那个黄子恩师姐 他们呢 非常的慈悲 那帮欣怡呢 联络这个 就是联络四方 然后也得到师父的首肯 我们才进到 有机会 进到这个极光寺 那在这边 真的是 第一个 我父亲呢 因为师父 我对师父真的是非常的感恩 因为师父的帮忙 让我爸爸呢 因为癌末往生的痛苦 能够没有了 不只是减轻 而是没有了 那他呢 他的这个 魂魄才能够 好好的跟随着我们念佛 那又因为师父 跟常驻师父的慈悲 我父亲 他的牌位 才能在这边立了一个牌位 那师父的这个交代 希望每个礼拜 不管是念佛 或是地藏法会 或者是水灿 那家里都要来 我回去呢 就跟我的这个 兄弟讲 那他们也都很好 他们呢 从我父亲 往生开始 就 我们拜也拜素的 那 家里呢 也都吃素 我也很惊讶 有这个三姻缘 我的兄弟 包括我的弟媳妇 他们都没有第二句话 就是说了 就这样子做 那 我想也是促成 今天呢 这个我父亲 他得以往生的一个姻缘 那后来 我们就把父亲的牌位 立在这边 那 师父所交代的 就是 都要 因为有祖先在这边 有父亲在这边 每个礼拜 子孙来看 是应该的 我个人也是这样子认为 那于是我跟我的这个 兄弟 跟家人 从我父亲的 那个二期开始 就是 10月11号 是 上个月的这个地藏法会 我们就开始 每个礼拜 都来 那 当中呢 其实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就 其实有 很相信说 父亲呢 一定在这里 跟随着大家念佛 跟大德共修 一定能够 就得到佛法的这个庇佑 但是 到了那个 六七的时候 六七的前一天 我开始有点紧张了 虽然我知道 极光寺非常好 但是因为 刚才跟各位大德报告的 我还是个凡夫 其实我一直很担心说 阿父亲到底到哪里去了 我知道他在极光寺 但是他到底到哪里去了 难道就一直待在这边吗 其实我心里 还是有一点紧张 不过 呃 当时 我在想说 有慧生师父这样的 这个菩萨 还有各位大德 的这样子的护持 我 我当时 其实心里这样想 如果再不能往生 那 那我可能就要 或者是到了下山道 那我可能呢 就要 学 就是 因为之前都送地藏经嘛 就要学那个 那个 佛罗门女 光木啊 光木女 那个 第四瓶有讲说 十方诸佛慈哀明我 听我为母所发广大寺院 我想如果再不行 大概要学菩萨 就是 学菩萨的这样子的 这个这样子的方法 我心里这样想 那那一天 就上个礼拜 就是我 家父 这个六 六七的前一天 就是我们在这边 念佛共修 那 早上我们有一点 迟到 一点点 所以呢 这个 参与第一炷香的时间 就稍微短一点 好 那 休息之后呢 就进来是第二炷香 那第二炷香 中间就有一个止静 止静的时候呢 我通常都会习惯 把眼镜拿下来 我是个大近视 我的近视大概有一千度 那 突然之间 在止静的时候 我这个不可思议的 现象 发生了 那我看到呢 我的父亲 穿的 非常非常 庄严的 这个 袈裟 就像师傅 现在穿的这个颜色 他穿 黄色的跟红色的 而且那个袈裟的颜色 非常非常的漂亮 因为 我一直看 一直看 我想 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袈裟 完全没有任何的接缝 而且呢 他那个会 像红色的 红到会反光 黄色的也会 黄到会散那个金光 那我就坐在 我就坐在那个 因为我是女众 我就在那边念佛 那我眼睛闭上 我就看着我的父亲 坐着莲花 一直一直的 一直一直的 这样子微笑 一直一直的往上升 到我看不见为止 那因为 我看到那个景象 其实我非常的感动 但是呢 因为这个 又是凡夫俗子 那时候我也很紧张 会不会是我个人的幻觉 我想在座的那个子恩师姐 他 我那个下 一下课 第二驻香下课 马上就是问了子恩师姐 请问子恩师姐 我刚才看到的景象 是真的还是我的幻觉 我就描述了一遍 那子恩师姐 他就恭喜我 我就 后来进来武功 第三驻香 不晓得为什么 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 我就在那边一边念佛 自己就在那边擦眼泪 我弟弟还问我说 你在哭什么 不好意思 我跟他讲经文写得太好了 我很感动 那 后来呢 这个 我心里 想说用完武善 一定武功 这个武哉 一定要再上去 再当面跟师父 这个请示 因为在我心目中 我觉得 师父啊 其实他就是地藏菩萨 那 因为我是凡夫 我想一定要这个 菩萨亲自跟我讲一下 我才比较安心 于是呢 我就 请示了师父 师父也很慈悲 他就说 你爸爸就是视线 他叫我 他叫我 要有信心 那时候 我的心里 才放下了 我的爸爸终于在这个 六七的时候 因为家人 一心 这个 很期待 父亲呢 能够脱离六道轮回 那一心的这个念佛 包括我弟弟 我的小弟弟 他本来都 他本来 也不太相信佛法 但是从父亲往生之后 他非常的认真念地藏经 非常的认真念 那 我的妈妈 林阿美女士呢 她本来 往生咒也不太会念 可是呢 她在父亲的这个 七七的过程当中 她也呢 就是会被了往生咒 刚开始是看着那个 常驻师父给的那个 小小的 这个 小超 就是那个 那个 一 卡片 对 那她是慢慢念 就会了 然后呢 我的这个 大弟弟啊 他平常也会 持咒 那因为 大家的努力 一条心 然后呢 让我爸爸 虽然他 在我们这一世 跟我们结缘的时候 看到的是一个 就非常 就是 普通的一个 爸爸 那他生前 对佛法不 不禁止我们学 但是他也没有 非常的耗耀 那他在生前 最后的时间 受了很多很多的 这个病魔的折磨 我们也非常不忍心 但是他今天 能够得到一个 非常好的去处 我们真的是 对我们学佛 会更有信心 那 这样子一路 二十几年来的 这个 学佛的过程 从年轻 刚开始 就因为大专生 学佛嘛 就会觉得说 就是 诵经 然后 读经 但是呢 人生真的 到了很多的 关键的时候 特别是自己的自清 这个 往生的时候 我想 是佛法 它 最重要的 是 对我们最重要 支持的部分 那我现在回想起来 年轻的时候 这个 联社的师长 总是跟我们说 生死 世大 生与死 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这件事情最大 当时我也是懵懵懂懂的 因为 年轻人 那时候 能够记住 但是 不太理解 那经过了这样子的事情之后呢 这个 我觉得 这个 我们家 因为父亲的往生 受到这个佛法的 益处 真的是 很多很多 那 今天 这能够有机会 站在这边 也是真的是 师父的慈悲 因为 我其实来 这带爸爸 就是家人 来极光寺的时间 不多 那今天 很特别 我们 我爸爸的 我们来极光寺 是以地藏法会开始的 就是上个月的 10月11号 那今天 七七 的前一天 也是地藏法会 那 这个姻缘 我们也觉得 很殊胜 那 因为 跟极光寺 跟师父的 亲近师父 有机会 这个 得到师父的 这个 帮忙 真的我父亲真的是 蒙师父 帮忙很多 还有这个 常驻师父的鼓励 以及呢 子恩师姐 跟杨少长的帮忙 真的 很多很多 那 今天能够 有这样子的 父亲能够 这样的好的去处 虽然我来这里的 时间不是很长 那 子恩师姐呢 今天有特别跟我说 武功完之后呢 要做分享 其实我真的是很 诚惶诚恐 那 但是 因为得到非常非常多的人的帮忙 所以在这边 这个 还是借这个机会 虽然刚开始会觉得很害羞 这个 不好意思跟大家 大家 大家 讲 因为 毕竟自己还是很 才俗学浅 还是很 努顿 但是呢 希望能够 藉由这个姻缘 这个机缘 跟各位报告呢 跟各位大德报告 家父往生 我所看到的一个景象 希望能够 让各位大德 在学佛的路上 能够更具信心 因为 有了信心 学佛法 我们才能持续 才能长久 才能够 得到这个佛法 给我们的帮助 不好意思 我没有讲得很好 谢谢 王教授请留步一下 我来补充一下 我来补充一下刚才 王教授讲的 他看到他的爸爸 披的袈裟 是没有接缝的 所以我可以讲 我们出家人的 就是刚出家的时候 受 沙迷戒的时候 是穿五衣 这个衣服叫做福田衣 就是说 可以让众生 种福田 可是我一直以来 我觉得我披这件 夹杀非常重 我是只是来吃吃饭 念念经 持持咒 带着大家念念佛 我觉得 你没有让众生 真正知道什么是佛法 你是没有办法 让人家种福田 顶多来 我教你念一个什么 然后回家以后抽烟还是抽烟 喝酒还是喝酒 赌博还是赌博 什么都不改变 他的业障改变不了啊 不要紧你慢慢来 你现在不能吃以后再吃 哪一天他死掉以后 他再也不能吃了 业障随挑 所以我经常跟我们家里面的人讲 这个是五衣 然后我们礼佛 是穿七衣 那个五衣 应该还是一种做五衣 以前的人 那为什么他要穿有接缝的 其实以前 我在我的观想里面就是说 他的年岁越大 他那件衣去做补丁补得很多 现在我看到有一位出家师傅 应该 他在电视上应该也会出来过 但是我这样讲是 以我自己想的来讲 不是一件新的衣服 把它故意弄破一个洞 然后补一件 就是说他的那个衣服是有补的 过去的 那越老的和尚补了越多 那我们穿的 那个九条衣是缩法衣 这二十五衣 大概就是说 修行比较久的 其实那个方丈大概都是二十五衣 事实上我是觉得 从我披这件衣服 我觉得我很惭愧 我哪一天是不是 这个人他 不在佛法的正法上走 然后 我们还在问 哦你是大妇法 只要你能够讲几句 甚至还在吃荤 还在做什么 造什么业 那所以 出家人穿的一定是有接缝的 这个叫做福田衣 一方一方的田 其实我常常在讲 我们是不是真正能够去做一件很好的事 像今天我看 坐在这里 一共有 下面有五位校长 都是跟那个杨校长有关系 有结缘 那边的那个林校长 他也是已经 那个 退休了 还有后面 那边还有一位 陈校长也是跟你的先生 也是陈校长 那前面还有庄校长 好几位校长 还有教授老师 都是从台中来 那个杨校长 你没有看 没有看他在平时 一直在讲佛法 事实上他也是 只要有机会 就让大家能够去了解很多佛法 现在我是想 刚才 王教授有讲到一件事情 这不是在问心 但是我相信 那个 那个王老居士啊 他能够到最后 因为王教授 还有他的弟弟 他们大家都很用心 念地藏经 我那天好像 还有一点记忆说 你念了地藏经 所以地藏菩萨 把他带出来 然后有一件事情 就是说 那个王老先生呢 他自己真正脱离痛苦以后 已经往生了 还很孝顺 你想一个爱妄的人 身体一定很不好 但是 我的记忆中 那个 王教授呢 他一看 从 出来的那一位 真的是他父亲的那种 病的状况 那在第二个星期 第三个星期就是 那个 爸爸四七的时候 那一天啊 妈妈也来了 其实三七的时候 妈妈已经 爸爸又说 要带妈妈到这个地方了 那 王教授先开始是带一位弟弟 后来就是 第二个 第二次呢 就是全家的 他们全家人都来了 那我说 如果没有那种姻缘 我是没有办法说 让爸爸出来讲话 妈妈很着急 可是四七的时候 我记得很清楚 不是爸爸要跟妈妈讲话 那个女婿我很感动 当时我很感动 坐在那里 我想 一个人 他了解了佛法 了解他能够解脱 痛苦以后 就把 爸爸 背来 老丈人 就把老丈人背来 对 把老丈人背来 让他来得到那个解脱 我想 我请王教授再 讲讲 爸爸那天出来的情形 这是要增加你们的信念 真的有造业 一定有果报 那如果真的是 转了念头以后 真的能够解脱 那就是说 那个外公出来 跟那个爸爸出来的情形 我请王教授跟大家形容一下 好 是 来极光寺 第一次来见师傅的时候 是 十月九号 那一次呢 就是刚才跟各位大的报告的 就是 蒙这个 黄子恩师姐 跟杨校长的帮忙 能够 第一次 拜见师父 那师父也很慈悲 开示了 一段佛法之后呢 我还是心里就是 比较着急 有跟师父 请示说 是不是可以 让我们见见爸爸 那这时候呢 这个师父就说 那你们 就是按照这个规矩 应该要先 请示地藏王菩萨 所以我们就 礼佛 礼了二十一拜 那之后呢 爸爸就借了 子恩师姐的这个 身体 来跟我们讲话 那从 他的一些动作 我们就知道 这是我爸爸 讲话的神情 动作 就是他在世的 那时候受病痛 折磨的那个样子 那一直说这个肚子很痛 因为我爸爸是这个膀胱癌 后来转这个腹膜癌 都是在腹部这个部分 那他一直说很痛 那没有办法吃东西 对不起我插一下话 其实子恩根本就不知道 那个汪老先生是什么病 对 所以一出来 那是真的是那位老人家 是 那他也不能吃也不能喝 那一直说很痛很痛 当子女的 当然是心急如焚 那因为没有办法替父亲 减轻痛苦 这心里真的是很难受 那师父 他就 经过师父的这个救拔 加持 那爸爸的病痛就解除了 那因为爸爸一直跟我们来 所以在师父跟子恩师姐的对谈 还有呢跟我们开示的时候 那爸爸有听到呢 这个西方极乐世界 是个非常 很漂亮的地方 他用台语 就是当时呢 我们有时候讲话的过程 会用台语讲 那到最后呢 这个爸爸的病痛解除之后 那我问爸爸呢 他有什么心愿 那爸爸说 那第一个是说 他希望能够带我妈妈 跟带更多的人来 那第二个心愿呢 是他希望能够去的很漂亮很漂亮的地方 那旁边的常驻师父啊 就跟他说 你如果要去的很漂亮的地方 你要念 黑蜜豆腐 于是我们就开始念 黑蜜豆腐 黑蜜豆腐 就在这个黑蜜豆腐的这个 这个佛生当中 我爸爸就离开了 子恩师姐的身体 那因为 那个爸爸有交代说 希望妈妈 能够来 还有更多的人能够来 那希望 那时候我回去 身为子女的 我就想 那一定要想办法 请妈妈来 那更多的人来 我想更多的人是谁呢 那至少先把家里的人叫来吧 总是比 因为我们刚刚开始来的时候 只有我们全家 我跟我同修 还有我的两个女儿 还有我那个一个弟弟 五个人来 那我想下次能够来十个 应该是符合爸爸的心愿 更多的人来 所以呢 四期的时候 就隔一个礼拜天 就刚才跟各位大德报告的 十月就是十月十一号第二次地藏法会 我们就也是这样跟大家念念经 诵经共修 完之后用完武哉就上去 那这个 也这一次也是 也拜托那个子恩师姐帮忙 那我们一样呢 有去礼佛 礼佛二十一拜 那礼完佛之后呢 我就有一个老人家来了 可是一刚开始 我不太知道那个老人家 是谁 师父也 师父真的是 真的是很慈悲 他说 这个形 这个样子 是谁 你怎么看 就叫我们自己来认啊 那我刚开始也 不太清楚是 到底是谁 因为知道是个老人家 但是后来师父有说 他身体非常非常的虚弱 那我妈妈又在旁边 那我们就想说 这个是我外公啦 就我外公 那他这个 这个 往生已经有八年了 那我们就赶快跪下来 就问说 阿公喔 你是怎么来的 他跟阿公 你们爸爸爱我来的啦 然后我就 我就很感动啊 因为我爸爸 他虽然平常是一个 就是刚才跟各位报告 他又会抽烟又会喝酒 等等之类他都会 但是喔 他生前是一个 非常非常孝顺的人 所以我外公说 他是 我外公说 他是 我外公说 他是我爸爸 阿姨来的 这个呢 我非常的相信 那我们就问这个 我外公啊 阿现在怎么样 阿公一百度很厉害 这厉害 我想说 我后来想一想 真的是摇背你啊 在那摇背你啊 真的是很痛苦啦 阿后来子恩师姐他 有跟我们说 喔 当时我外公 借他的身体的时候 他感觉到 那个心臓都会疼掉了 就是 饿很久 很没力的 心臓都会疼掉了 那种非常非常虚弱 我想一想 难怪 要我爸爸 能够给他 他害怕他 他害怕他 那 师父也很慈悲 因为我 我外公没有办法吃东西 他就跟我 我爸爸叫 我外公都叫 我爸爸叫阿庄 他说阿庄 他吃很多 我都不吃 他很辛苦 阿师父呢 就持咒 还有用这个 就是帮我阿公 就是加持 后来他的那个喉咙也开了 能够可以喝水 那 他的身体 就是说他的那个魂魄 才会得到比较 比较好的医治这样子 好 那这一段 我们真的是 觉得是不可思议 回去之后 我也很很仔细思考 这个师父的开示 就是真的是 在生前 因为我外公 他的那个 年轻的时候很会做生意 赚了很多的钱 可是再多的钱 也没有办法呢 让他死后的魂魄 得到安宁 如果说 没有按照这个佛法来 好好的 好好的做 好好的修行 真的有的时候 真的是 往生的时候 会非常的非常的辛苦 那当然 我外公当然 可能出来的时间也有限 所以我外公呢 他的魂魄得到了医治之后 然后呢 有交代了一些事情之后 他就离开了 那更神奇的是 这师父也 可以 更神奇的是 我们有一个 又来了一个小女孩啊 那这个小女孩是谁 我也不知道 师父就说 这孩子是谁的 自己去拎了 然后我就想 我也没有堕胎啊 这会是我的吗 应该不是我的吧 然后我就看我弟弟 我有两个弟弟 第一个弟弟有结婚 生了两个孩子 我就看他 是你的吗 是不是你这个外面 是不是有什么 就心里就这样想 那也不是他的 那个小女孩呢 他就是 他就一直看着我 第二个弟弟说 我很喜欢他 我很喜欢他 那我们后来才知道 就是 他是 也是我第二个弟弟 前世的一个 这个冤亲寨主 那也是我 其实也是我的姐姐 如果认真算起来 他 他现在应该也45岁了 应该是我的姐姐 那他在我妈妈 这个年轻的时候 曾经来 在我妈妈的肚子里 住了两三个月 但是呢 可能姻缘不具足 所以他就没有 没有来到这个世间上 可是 他一直对这个情感 非常的执着 那 一直不愿意说 就不愿意呢 去投胎啦 我想这个 师父他应该看的 比我们更多 也许等一下 我讲的不是很好的地方 可以再请师父 跟大家开示 那我们只是比较急的 紧张的是说 那怎么办呢 他都不愿意 这个化解彼此的冤 这个冤仇 怎么办 那 等到这个 这个姐姐 离开之后呢 师父就有 跟我们说 回去也是要多送地藏经 要多观想 吃饭的时候呢 要请姐姐来吃 请外公来吃 请姐姐来吃 平常要送地藏经 多念往生咒 回向给外公 回向给姐姐 希望他们能够 这个外公他能够呢 身心能够比较安乐 姐姐呢 他能够放下一些执着 一直到现在 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放下执着 不过当时 我那时候 其实是蛮震撼的 因为一个众生 对于这个情感的执着 如果我姐姐他有在这里 我也希望他能够了解 就是对于情感的执着 可以让他45年都不去投胎 就一直一直 一直就是跟随着这个 一直跟随着我们 那这个其实他自己 本身应该也很痛苦 那我有时候自己家 就在想说 当我们往生的时候 真的 所有一切都要放下 年轻的时候所读的 万元放下 佛号提起 当时只是觉得这只是几个字啊 万元放下佛号提起 那在真正的那一刻 现前的时候 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万元方向 不再执着于任何的事情 包括情感 这个都是要靠平常 真的是要靠平常的修行 那我姐姐她其实应该也是我的菩萨 因为她的这个执着 让我觉得 如果真的我们是一直执着下去 到最后往生的时候 真的是会非常大的一个障碍 那这是呢 这个四期的时候 我看到我的外公跟我的姐姐 他们这个教我的一些事情 那但是我 我终究 心里真的是打从心里 我也不晓得那种感激要怎么说 真的非常的感恩 因为师父不但医治了我的父亲 也救了我的外公 救了呢 我这个 我从来素未平生的姐姐 这真的是 这个 在极光寺 真的是得到 真的是师父很多的开示跟帮助 我想我们全家的人 都非常感恩师父 非常感恩常祝师父 也很感恩的那个子恩师姐 跟杨校长 那对我们全家的一个恩德 真的 是 就是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真的是非常感谢 难以言喻的感谢 是 那今天 真是分享的这一点事情 真的呢 也能够 对 希望能够对 各位在座的大德 有一点点的帮助 我真心是这样子希望 谢谢大家 好 我们也很谢谢王教授的分享 说实在的 好 可以 请回座 很多人到道场去 有一些有那种很不对的那种想法 就是说到一个道场大概就是要求 喔 那个师父很厉害 有神通 我是很怕这种人来这里学佛 学一点点大概都有条件都有要求 我学了以后 那个师父有神通告诉我什么 其实我讲 这个都是每一个人自己用心的 我也跟王教授讲 是 你还有你的弟弟他们的孝心 真正能够让 那个以前都还没有接触佛法的父亲 能够得到解脱 对 我说我们不要求说 一定要看到某一个人怎么样 可是尊认你有心 那真的佛菩萨也让你看到 因为我们地藏经到中午就结束了 对不对 下午不用赶 我现在还想临时请一位居士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 这个念地藏经不是因为那个老人家 往生了以后你去念地藏经 才从那个完全都跟你们没有接触的人 嘴里讲出来说 那是地藏菩萨 你有念地藏经 他带我来 从这里我可以去相信 真是你自己的用功 而且你用功以后不要想 我要看到天花乱坠 或者是说佛菩萨从哪里下来 用一个手来接我们家人 都不用 真正你有心 做多少真的就有多少的感应 有那个老人家现在还在的 子女也很急 但是呢 没有办法 后来我说 你让他来看一下地藏菩萨的像 那个老人家转了 甚至于那个像帽都转 其实像王教授讲的这些事情 我们以后 这里的很多人 有几位校长还有老师们 甚至我们这里的很多信徒 都可以慢慢分享 让大家了解 从自己的用功当中 体会多少佛法 真正了头多少的烦恼 那个玉妹 朱玉妹 今天因为讲到这个地藏经的问题 他也是一位孝女 那那个中基寺也是一位很 很孝顺长辈的 我觉得他那个中基寺的父母亲往生的时候 他的两个孩子现在都在这里 非常孝顺在替阿公阿嬤 念佛的时候 几个钟头都跪在那里 我觉得我们出家人有时候那种 那种念 没有他们那个 那两个小孩子都是 但是在大学里面读书 这种呢有时候也很高拐 我看过那个长辈 往生他连进来 上一炷香都不要 公公那里都没有 他的两个孩子 那种孝顺就是继承 那个父母亲来的 他现在呢公公婆婆的事办完了 他在担心他的爸爸 然后因为今天正好讲到地藏经的问题呢 我请他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过来一点点 好 师父 师叔 常做师父 各位联名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师父突然之间叫我 我真的不晓得 心里就是比较惶恐 因为最近我爸爸半年来都一直不太稳定 我一直想说 我爸爸到底有什么姻缘 在我们法会的时候往生啊 我就一直想一直想 结果好像渐渐渐渐的就 一直稳定稳定 前上个月啊 我就想一个办法说 一般我们想说有佛法就有办法 因为我爸爸平时你跟他讲佛法的话 他根本就不再听了 后来我就把师父 刚好有一个师姐来寺里 就照他的像 我就下载在LINE上面 然后我又照我们家的地藏王菩萨 因为他平常对佛法一点都没有概念 我就天天给他看这两张照片 就是师父的相片还有地藏王菩萨的相片 你知道他拿什么给他看吗 弄一个平板比较大的 然后就把那个照片 对 就天天给他看 看我说那你要像师父喔 天天笑得那么开心喔 他就睁大眼睛 其实我爸爸前一阵子眼睛都睁不开了 天天都在闭着眼睛 我妈妈就很担心 说你为什么不张开眼睛呢 然后我就一直 有时候用皱水 就给他眼睛敷一敷 然后就说爸爸 你看看这张不一样的 他一看 看到师父就眼睛就张得好大 然后地藏王菩萨我说 他竟然我跟他讲说地藏王菩萨 他眼睛也张得很大 他回来说我把我闭着眼睛 不难 赴云 所以我跟他说 他对我 他说 この面目的 他有一个 他说 他说 有一个 我看是 雖然說現在還是不是說很用功 然後也不是說很... 就是我們跟他講的他都會聽 可是他每次看到兩個照片他就會想看 我就覺得說這樣可能應該會有機會 就像剛剛黃教授我就聽了我也很感動 因為他爸爸對佛法也好像都沒有什麼概念 後來就是他說他在念佛當中就看到爸爸那種殊勝的境界給他看 我在想說我爸爸應該也有這個機緣 阿彌陀佛 好 那個我們這裡連有大概大家都認識他 你們如果不相信的話 他如果有帶平板來 他會可以把他在還沒有看佛像 還沒有說願意每次都張開眼睛來看以前 那個相貌變了很多 甚至於先開始那種眼睛都沒有神 到現在看起來眼睛也是種種有神 所以那種生命的現象真的是會改變 那這個都是要憑自己的兒女很用心 所以地藏經裡面講到光木女 講到婆羅門女就慈親這種事情 我以前也是說 這個以前要講這些佛法的人很會變 變得我很感動 事實上我到後來慢慢的去體會 為什麼我不要 我自己是一個凡夫 不要想到那個聖人的境界跟我們不一樣 不要說聖人啦 如果說一個小孩子從小就走那個鐵道 可以走到用飛的 可是我們沒有走過的人 不相信說現在把那個繩索架在高空 一百多公尺他可以平安的走過 我說我為什麼不要相信一下 後來我慢慢的看地藏經 我覺得地藏菩薩的那種願力 真的是慈悲到像現在啊 那一天我就說 欸 今天啊我們冷氣壞啦 坐在這裡面的人開始起煩惱 拜到整身汗 我就想想我們 就算拜到整身汗 我拜到教會分去 我想想地藏菩薩 他也沒有犯罪 不是他要到地獄裡面去讓人家關 他地獄裡面 只要有一個眾生他就不願意離開 不管是八寒地獄 八熱地獄 刀山劍樹的地方 能夠去把那個人救出來 還沒到地獄門口 他就要把他拉出來 進去了以後 像現在有人說 我都到監獄裡面去弘法 那麼多人聽我弘法 他了解多少真正願意從今以後 改變他自己 我就想到地藏菩薩說 如果有一個眾生沒有成佛 他絕對不要在這個地方 取涅槃 就像那個楞炎咒裡面 如一眾生未成佛 未成佛從不予此取你反 他就是地獄未空 是不成佛最終精神 我說如果我們能夠學到他一點點就好了 所以說實在地獄未成佛 所以實在的現在經常有人說 看到我就像看到 你這種願意發出來 你再沒有空 再沒有休息 你都不會覺得累 否則的話讓你來拜佛自己消業障 沒有冷氣了 我這棋會暖 現在還沒收你好 我沒什麼拜 我倒了那個地方 你想不住也不能啦 你看他不是被關進去的犯人 他是監獄裡面的教化師 而且他永遠不想退休 永遠不想辭職 我很慚愧 我雖然每天 我看到了誰的痛苦 我就想地藏菩薩那種精神 要來救我們 我現在不學一點點 不效法一點點 哪裡你真的在念地藏經 根本念也是沒念 就是充其量念幾百步 我回向了 看看我不要生病 我能夠站在這裡跟大家講話 我念經是未來回向 我如果身體沒有病 我就可以來站在這裡 不對嘛 真正眾生的苦 你如果沒有去幫忙他 你講了以後一百遍一千遍 大家聽了都根本就沒有感受 沒有辦法去改變他 個人的想法 甚至於業障都不改變的話 消不了業障 所以我想像現在 念經給自己的長輩的 甚至於像那個義妹這樣 每天這樣爸爸你看 你看這個地藏菩薩你看那種鹹 看到那個老人都會笑 其實這也是 你不要認為你沒有發地藏願 你也是幫了一個幫地藏菩薩 我們來這裡念經 有感受的人 都在幫忙地藏菩薩 不是講得那麼好聽啦 是因為 最少我們不要 這一輩子走走走走 還是走到那裡面去 還要地藏菩薩救我們 還沒救別人 我們先不要下去 不要讓地藏菩薩 傷腦筋就好了 所以我從來不敢講 讓我持幾個咒 那裡的眾生 我都可以把他救起來 我念幾個 地藏菩薩 生到地藏菩薩 真的來救水 你讓那個人 他忠然拿了很多錢 來幫忙寺廟 如果要見識 他還是要照月的話 不是地藏菩薩讓他下去 有人說 我老婆老婆 就不需要吃素 他還要吃粗 你替我幫佛祖親家 我說不是幫佛祖親家 你錢拿來 他要去跟他吃 我如果是那隻雞 我如果是那隻阿 我絕對沒辦法給他吃 所以 我想到道場 不是說 很厲害那個師傅 可以看到什麼 或者在我持幾個咒 就可以把我們的業障消耻 還是希望每一個人 真的體會佛法裡面所講的 盡量我們不要去照 剛才王教授說 你看 往生了那麼久 45年了 都還沒有到這個時間來 他的情那麼執著 我們為什麼會在八苦裡面流轉 我們要讓你走 你覺得是 你就是去想到這些 我現在常常想 我最好 我不要讓眾生起煩惱就好 我不敢講 我能夠有什麼成就 我說 我都憑你們 較不認真 西方極樂世界 我不一定能夠去 但是我總希望說 假如我的苦口婆心 我的誠意 能夠讓大家起一念 認為說 我們大家都這樣來做 這個地方就是 一個淨土 一個淨土 那就很好 所以 我們 為了我們外面 有幾位技師 很用心去找一個 大大的石頭 我看有一粒 他們講 那個石頭 你要不要雕什麼 我就想 沒什麼激光寺喔 沒有啦 阿拜人也來我們這裡 那點也可以 但是我 沒有去挑上那個石頭 我覺得要寫 長極光淨土 不要寫極光寺 放在外面 進來的時候 他只是看到四個字 沒有想到 為什麼這裡是淨土 來這裡的人都不太忘記 心肝來都不在 嫁症 不在起煩惱 大家看著 你看我們來這裡五點鐘 這五點鐘 我都不起一個煩惱 大家都很高興 都是住上上人 聚會一次 把這種時間一直延長到 回到家裡 在社會上 我都能夠處在那種境界 還要死了以後 再到哪裡去嗎 所以阿彌陀佛也跟我們講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比國 什麼叫善根福德因緣 不是拿一點錢啦 人家往生的時候 我就坐在那裡念幾句 然後我就說 我有看到你們爸爸往生去嗎 我不太敢講耶 那如果說這些親人能夠看到他生前怎麼樣 現在能夠轉變 這是騙不了別人的 真的是已經佛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來跟我們說法 我也希望在座的諸位 就像楊校長講的 人家看著是在逢夢神的地方 來這裡以後真正能夠轉變一些 大家能夠這樣 我想你們家也是長激光淨土 以前跟隨計較頂撞長輩啦 甚至於想到我不喜歡的這個 對我個人沒有什麼益處 我就要想盡辦法講理由 我是因為怎麼樣才怎麼樣 都不要這樣的話 這裡就是極樂世界 你的家也是 你的學校也是 把你的學生都看成 來這裡大家我們 用一句什麼樣的話 能夠讓他們很圓融的去了解事情 哪裡不是西方 連那個監獄裡面也是西方 連地獄裡面在地藏菩薩來看 全部都是西方 阿彌陀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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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